太空充氣廟會莊 採生永多倫敦畢展時裝周首獎 美月圖舉辦的倫敦畢業展時裝周 今年首次開放英國以外的大學設計科系畢業生參加 首獎就被來自台灣實踐大學的江亦遜抱走 他以航向月球為主題 一系列六套服裝 不但能瞬間充氣變太空莊 還充滿台灣廟會的聖地元素 這一次我就是得了首獎嘛 然後這個獎就是對我意義還滿大的 超爽 倫敦畢業展時裝周 是英國時尚界挖掘新秀的重要秀展 參與人數超過千人 今年只邀請16個國家 每個國在一人參展 亞洲受邀的只有台灣實踐和日本文化大學 但義勳獲獎當下 倫敦時尚學院就邀請他去讀壽士班 其實我這一次的領帶是來自太空人跟廟會 去遊樂 然後我去買賦的時候就看到那邊很多廟 然後那邊有一個慶典 有很多牌樓 所以我就看到螢光色 因為我最喜歡的是螢光色 我看到牌樓的時候我就覺得天啊太可愛了 我一定要做他 我結合太空人可以讓他充氣 就是我的舞台效果會更大 評審他們說是因為我把我的生活的環境 我的台灣的一些民俗的東西放到比賽當中 所以他們就是看到的時候很驚訝 為了參展 江義勳花了台幣近15萬元 而首獎獎金只有一千英鎊 月台幣四萬六千多元 我設計真的是都從生活中開始 我就是不會用到那種很貴很好的材料 像這種工藝布 它也是現成的 有辦法有工廠可以幫我把花壓好 就是跟廟會一樣 喜歡給人嚇一跳感覺的江義勳 下星期將到美國紐約的帕斯 設計學院短期進修 9月的倫敦時裝展 你邀請他參展 未來有沒有什麼打算 未來我是滿想做品牌 董經文拍拍手報導